今生离别好 何与君再来 从去年邓丽君病逝以后 这里是中外媒体焦点聚集之处 所有的闪光灯与摄影机 引领等待着一窥邓丽君的真实世界 然而大门始终未开 今年当我们推开这扇雇人之门 我们只能说 庭园服输依旧 家中欢言难在 邓家兄弟都知道 邓丽君对于中国风水地理十分笔信 尤其当原先住家门口马路重修 造成了住屋路冲之后 邓丽君更特别邀请凌云大师来指点住屋百事 希望能借由开于学说 减轻心中的负担 例如在梁柱下挂销 是意味着将一切的雷气消掉 而门口的神子也安稳了邓丽君 敬悔神的心 据兄弟们说 邓丽君原本最爱在一楼的窗台边 静坐 看书 自从住屋路冲之后 邓丽君就必往二楼做修器场所了 众人皆知 邓丽君衣着百事 极爱桃红色系 他就连最爱的柜子 也是桃红色 这个吧台跟了邓丽君许多年 也是他最钟爱的一件家具 喜欢的颜色是桃红 喜欢的数字则是八号 屋内久已无人关照的车 牌照号码都是邓丽君亲自细心发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邓丽君酷爱古董木质朱尼 也特别喜欢购买茶具杯子 难得的是 邓丽君酷爱古董木质朱尼 现在一一点藏起这些日常用品 为的是记下邓家妹妹曾有过的每一份心系 与生活中的点滴心情 如果说在邓丽君的屋内有什么最能代表邓丽君的风骨个性 那么可能要数他悬挂在屋内的一幅字画呢 少年一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惊 未觉池塘春草梦 街前枫叶以秋生 也许光阴不可惊 未来的观众 未来的观众 不可惊作 娜应对 有首语